0646 0878 广东话的九声六调考起不少人 这班身底港人才由唱歌学起 我们学任何语言也不外乎 讲多点 听多点 我们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场景 有生活场景 工作场景 例如interview同学 例如日常使用支付方式的习惯 例如香港的乡 商场 这些字对他们来说是有难度的 我们也会针对这部分的发音 特别去做加强练习 八 八 千 千 万 万 亿 亿 36岁来自上海的周石晨 去年10月经高端人才通行政计划来港 他试过用手机应用程式学广东话 不过效果就一样 这里风景很好 过来拍照吧 所以很多时候碰到一些问题 没有人可以去帮我解答 另外他说出来的口音 其实有点像机器人 所以我同事经常说 你这个怎么是机器人版的广东话口音 周石晨的工作 在帮企业建立数据中心 经常都接触到香港客户 他报读12节的广东话课程 希望学好本地语言和文化 有一些这种local的广东话的用语 或多或少会跟普通话里面 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差异 这块是我学习中的一个难点 可能普通话讲话的时候 嘴巴的肌肉不会冻得太厉害 但是广东话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口型 那这堂课呢 它会帮我去纠正一些 发掘我自己自身发音的一些不足 学校好广东话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4月举办过粤语体验课 给身底港人才透过对话训练 掌握广东话的日常应用和技巧 人才办总监刘震汉说反应非常好 于是陆续推出长期课程 我们都试过不同的模式 当然回来大家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模式 不要那么多人 所以这次推出我们都是一些比较小班 十多个人 我们接触到的人才 年轻一点一定是找工作的 经常想问一问究竟哪里租屋好 那如果是有家庭的 就是找工作 学校 租屋 大家都说如果有广东话学就最好 他说下一步计划推出针对来港人才子女 和非华语来港人才的广东话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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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